15个国家的青年代表 今天早上由黎山沿着东西恒贯公路到花莲参观访问 在风景优美的天祥 这些青年代表们都下车来欣赏这里的风景 在祥德寺、天丰塔以及文天祥的坐像下 他们纷纷找好角度照相留念 今年是星期假日到天祥游玩的人特别多 这些外国青年看到东华民国的民众风衣毒食 并且还重视观光旅游的活动 使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亚洲青年娱乐营的代表将在民间返回台北